2021年哪些紫薇命盘的人 财运忘到翻 明年大家都知道流年运 我们就会看同样的一格位置 所以流年运是可以帮我看到 命盘上面从左边数来第二格 下面下面的左边数来第二格 有一个丑 最下面的第二格 丑的位置 我什么都没 对 丑的位置 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的命盘只要列出来 一定会有个地支丑的位置 通常会在命盘的左下角 左边数来第二格 那个位上面就有相对应的形象 所以我们就会帮你排说 明年到底哪些形象 在这边运势会比较好 尤其是财富这方面 好 来 我们先来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聚门星 其实到聚门星大家都知道 其实明年的五行 聚门是划路的 也就是说你下面的四划星 一旦跑到路 会跑到聚门的下面 所以明年 如果你的地支丑上面 有聚门这颗星 代表你明年的财富运势 以及额外会得到 别人新的资源 跟贵人给的资源的几率 是相对来说非常高的 而聚门这颗星 非常适合从事嘴巴 比如说广播 歌手 演讲者 或是老师 这类型比较靠嘴巴赚钱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本身的职业是偏向老师类 说话类 而你那边的地支丑又有聚门这颗星 明年你会得到的金钱跟财富运势 相对来说分数就会比较高 这是第三名的聚门 OK好 再来是第二名 来第二名是舞曲 你明年如果你的地支丑上面看到舞曲 就代表舞曲叫做稳定尽财 所谓稳定尽财的含义就是说 我可以稳定的把我的 现在正在做的事业 甚至是另外一个其他的副业的方式 明年会有新的副业的机会出现 或是新的触角会有展现 其实你看像李毅的名牌 我是空的喔 对 你是不是空公 你是不是空对不对 明年是不是空 但是你看呢 只要你是空 就代表明年的状态 就叫空 而空叫做外缘空 也就是说外力得到的资源 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因为流年运势叫外缘 举例我们举个小例子好了 所谓的流年运就叫做 我去便利商店要买苹果面包 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 结果回去苹果面包卖完了 那个苹果面包卖完这个状态 就是流年的运势 它的概念是怎样 就外缘的意思 那怎样 我要买苹果面包 就苹果面包卖完了 对 好倒霉喔 对对 就是空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心想 没有办法适成 它的概念是这个状态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对面 对面 我们看喔 我们会有一个对面的位置 斜队 斜队 会有一个无曲 跟贪狼 对不对 所以无曲是我们刚刚是第二名的 财富运势很好 所以代表你明年得到的机会 会有 哎哟 贪狼会多一个额外的副业 会多一个东西 所以明年状态叫做来来去去 你会发现 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一段爆了 哎就突然 本来这个下个机会是我的 哎没有 又没有了 但是突然又有个新的东西 就跳出来 会一直反复 因为反过来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讲的叫做 如果你在第一只手 直接看到无曲 寒映就变成我这一整年 都很稳 我会一直有新的机会 一直出现 但如果是空的 再把对面放进来 力量就要折半 这是假的 不是 还是有 有跟没有还是差距很大 所以他会折一半 但折一半代表还是有 就打五折的浴室 就来来去去 运势打五折 对 概念就是这样 一百变五十分 对一百变五十分 但至少有分啊 它的概念上至少会有分 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运势 因为每个人密码 还会有自己当年的状况 跟明年会遇到的状态 就像刚刚一开始叫十年大运 十年大运是一个最大的状态 那礼仪这边是在明年的外运部分 会有起起伏的状况产生 但如果你自己的运势 包括十年运势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块就不太需要担心 我说好的哦 对那只是一阵一阵这样过来而已 他说譬如 譬如 我不能听我想听的 还没确定 你为什么要打过我 自己广告的时候自己问老师 那你给我五秒看一下 哦可以没问题 很好 你未来十年很好 你未来十年很好 我也是十年 因为你在这里啊 你跟我一样在这 就是那个那个二十 三十六到十七 你未来十年 在右下角那一角 但我上次 上次有个老师跟我说 这个啊 我在旁边 对 但是 但是会特别忙碌 会特别辛苦 所以我建议你啊 什么砂石车啊 连结车啊 飞机全部都去考一考 就是能考的 全部都考 这十年你考什么 都会过 都中什么 他很酸 来 七煞 来 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地之丑上面是七煞 代表你明点相对来说 你的财富运势 会是所有组合里面最强的 七煞放在地之丑 有一个杀出去的感觉 所以七煞叫突破的星象 而七煞在这个位置 旁边一定会放另外一颗星 叫做连针 连针主动 七煞主动 所以明年会是一个多事之求 但那个多事叫做好的事情 好事 新的机会 新的突破 所以我可以 我没记错 赌林哥的地之丑 也是连针七煞 有好事情不想让人家吃这个 赌林哥有哦 赌林哥有 赌林哥很多这样 结果有连针七煞的状态在这边出现 所以你看 七煞只要在这边出现 明年会特别忙 机会会特别多 但是你得到的报酬 相对来说 会是其他人的两倍以上 他的特质会是这样 明年会非常多